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曼哈顿的改老会拉法业接地铁站,Lafat Avenue,当地时间周六、二十六日,一名女子爬到站内的横梁上企图自杀,但随后被一名男子亲自救下来,事件曝光后不少民众都被该男子的英雄事迹所感动。 综合外媒报道,现年38岁的目击者克莱因Mitchell Klein,在拉法业接地铁站目击一名女子爬上车站顶端的横柱上,嘴巴念念有词说着要如何自杀等等的话语,但此时一名男子火速跟着爬上六公尺高的横柱,一边轻声安抚女子,一边劝戒她。 克莱因无奈表示,当时有很多人经过但是都不予以帮助,最后有人打电话通知警方到场,才让整起有惊无限的事件平安落幕。 最后该名有亲生念头的女子在警方陪同之下坐上救护车,而救人的男子则不知去向。 该事件见到后,不少人都被这位无名英雄的勇气所打动。 大赞她是有为青年,并谢谢她成功救下一条人命。